我们人间的一切只是一种经历 一种感觉 没有办法拥有它 我们小时候拥有的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现在失去了没了 一个party 或者曾经得到一个奖 或者你曾经 得到了某一项的冠军了 一切都无法拥有它 不能永远的拥有它 所以就无所谓失去了 只是人生的一个经过而已 就像我们到过很多国家去 你去过吗 去过了 你去玩过吗 玩过了 你觉得好玩吗 忘记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人生也是这样 只是经过而已 所以无所谓 什么失去还是拥有的 那是一种感觉 所以无所谓 人的失败 所以很多人做错事情 纠结在一个点上 就是不肯承认 它实际上 它纠结在 我是失败 实际上 经过一年两年 几个月之后 这件事情 本身已经是一种知觉 感觉 它没有了 根本无所谓 它曾经失败 还是它拥有 只是 人多一个经验而已 对师父跟你们讲 用一颗真诚的心 去看待人生 一切的德语诗 名语利益 它都是一种过眼云烟 就像我们旅游的时候 一种风景一样 我们从来没去过法国巴黎的时候 我们被法国巴黎雄伟的 这个埃菲尔铁塔所震撼 看过很多电影 非常想上去走一走 去过了 排队排很长 上去了 被一阵风吹得了 赶紧下来 失去了 找不到了 没了 就是一种感觉而已 所以人为什么要纠结在某一个点上 对 错 不肯承认 这个世界上跨不过的门槛 不要去硬跨 你跨过了是门 你跨不过 那就是槛啊 所以拿不来的东西不要硬拿 就是你暂时得到了它了 你也会失去的呀 懂得这个道理 有什么在世界上 可以去争 可以去抢 可以去夺的呢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根本还没有理解 还没有懂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站在十字路口或者三叉路口的时候 我们走错一步 可能我们影响一生的前程 所以学佛人为什么有智慧 就是在选择上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悟性 来体会这个世界的真理 我们人慢慢才会知道这一辈子 有的时候想一想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经不起别人的谎言 你会发怒 有的时候你要经得起谎言 你要受得起别人对你的敷衍 你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欺骗 有的时候你要活着 你就必须要忘记曾经拥有的创伤 所以慢慢的你才知道 坚持有的时候未必能够让你得到成功和胜利 放弃未必是认输和失败 得自己拥有一个迂回的空间 让自己退一步 想一想停一停 思索一下我的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样 要学会等待 学会掌握真理 学会调节自己的性格和气质 好好跟着佛 好好跟着菩萨去寻找那正能量 去寻找那人间的智慧和般若呀 那欢迎订你来的教会 大夫 大夫 岳